然後我覺得很多人一定會覺得為什麼 我在這個時候我就要放一首很抒情的音樂了 這個時候大家一定會很奇怪 為什麼我的父親去世了我還可以那麼開心 我只想告訴大家是 我爸爸一定不希望我難過 所以我從第一天 我就很堅強 包括我送我爸爸走的最後的幾分鐘裡 我都很堅強 我跟我爸爸說過的最後一句話就是 無論以後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無論我再怎麼跌倒了 或者我再怎麼難過的時候 只要眼淚流下來的一瞬間 我一定會在那一瞬間把我所有的眼淚擦乾 繼續站起來往前前行 所以我覺得 我會一直 開心下去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我也 不只希望我自己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 很開心 我希望 讓每一個認識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看我東西的人 都可以因為我而獲得很多的正能量 因為我而變得越來越好 因為我你們能夠開心 因為我你們可以更珍惜 你們跟家人之間的感情 我從小到大沒有覺得 很多事情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但當 那一天我知道這個消息 當那一天真的來臨在我 發生在我身上的那一刻 我其實 還是比較後悔 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沒有陪我爸爸太多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跟我爸工作的時候 他主內國主管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聊工作 聊的會更多一些 但我們對彼此的生活 也不會彼此干預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 會讓我跟我爸爸 有很多的距離 所以我希望 在看我直播的人 還是這個直播明天會傳到任何社交平台 因為沒辦法 很多人在看我直播 很多人在聽我說話 雖然有的時候我從來不把我自己當藝人 或者我怎麼樣 我覺得藝人這個身份對我來說 現在真的我更不在乎了 但既然我是 我一定會 做好一個我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告訴你們就是 如果你們在看現在的我 在說話的這一瞬間 我希望 看看你們身邊的人 你們身邊的家人 你的爸爸媽媽 還是爺爺奶奶 老老老爺 還是你身邊很久沒有聯繫的朋友 很多感情 我希望你們可以更加的珍惜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哪一天這些感情和人 就會突然離開 在你們的世界里面 你們可能永遠不會再相遇了 特別是你們的父母 我知道很多時候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長大的過程當中 特別是上學很久 在外地上學 跟父母很久沒有見的時候 突然回到家裡面 相處一段時間就會發現 哎 為什麼我跟我的父母 會有很大的溝通跟 帶過我們交的溝通不了 然後會有時候吵架 覺得媽媽不理解 爸爸不理解 孩子其實他們只是一種關心 不是因為父母不理解你 而是因為你太久沒有待在父母的身邊 你有了你自己的生活跟圈子 你就會覺得 回到家裡面 爸爸媽媽為什麼會管那麼多 其實那些都是愛 我希望你們能夠 理解父母對你們的那種愛 真的 所以 如果你們在看我的直播 我希望你們能夠 因為我的經歷 可以 不要後悔的去做你們人生當中 最想做的事情 保護你們人生當中最想保護的人 好嗎